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讲一点过了事的热点之后 我们再回看一下 就说宝马冰淇淋的事 宝马冰淇淋前几天比较热 前几天的话铺天盖地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然后宝马的公关也很不成功 然后宝马的市值生发了很多 这个事实际上反映了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人的一些底线的问题 看似好多事很小 但实际上是一个中国人的底线问题 你像这个事开始 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洗地的说法 你说人家不是给杨大人 是给内部员工留了一些 还有人家也很仔细的 去扒拉 你看宝马的这个冰淇淋的女孩 见中国人翻着白眼 见杨大人笑脸相迎 而且关键是什么 这个女孩的打弯的样子吧 她就那个眯眯眼那种状态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的审美里头的话 那显然不是中国的审美 她比较银河呢 西方的有些对中国人的看法 但实际上她这个能发酵啊 她有一系列的综合因素 而且这个综合因素还可以注意到什么 就是这一次车展呢 相对于这个像宝马这样的这个车啊 她受到了国内品牌的 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就是说她原来啊 带有很强的领先优势的时候 现在呢 并没有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 可以看一下新款的红旗 新款的红旗 我觉得挺漂亮的 而且呢 以前的话呢 宝马宣传的这个速度啊 标速度啊 在中国呢 限速比较严格 对吧 你不是说在德国 德国的话呢 高速公路不限速 你想跑多快 跑多快 你能跑得快 你当然是有优势了 现在呢 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呢 代表了一个拐点 对于这一个事件 可能对宝马这个品牌呢 影响啊 要比别人想的要深远 就是这个的影响 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股市上的下跌 下跌的这个幅度呢 超过了大家的一个预期 也就是说呢 其实在专家眼里看这件事 和普通人眼里看这件事 和一些呢 牧羊人士看这件事 那它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说这里头的差别 那个拐点呢 那就是因为的话 那个宝马在中国啊 它的这个技术竞争优势 越来越小 尤其是的话呢 车家如果再换代 那个新的造车势力 起来了嘛 对吧 人家想新势力造电动车 等等等等 又在换代 国内的呢 技术在发展 实际上对于它的品牌 溢价有巨大的影响 你像这个事啊 其实中国呢 搞爱护国货 不是一次了 其实在解放前 我们党领导的爱护 那个国货 那就是你那个 抵制日货 该什么的 该烧就烧 虽然说到后来的话呢 钓鱼岛的时候 一堆的声音的话 政府不好说 你公开说 该烧就烧 对吧 当时的话呢 爱护国货 那是我们党是在野 民间团体 对吧 说该烧就烧 然后政府呢 当时我们骂蒋介石 那是卖国政府 到后来呢 你既然说政府嘛 有外交的责任 你民间呢 你当然要说说了 实际上这个事啊 烧那么一次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就国内的话 当时抵制一次日本车 下边呢 可能抵制一次宝马 我们已经看到 有的企业说了 你把宝马换成红旗 我们给你点补贴 抵制一次以后 实际上对于它这个品牌 在中国的溢价 就算垮了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你像前边钓鱼岛 抵制一些日货 抵制街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你在国内 再买日本车的时候 你就不是说 日本车觉得 它有点品牌溢价了 它那个只能宣传 我们日本车 价廉物美 原来它价廉物美呢 是跟欧美车比的 后来呢 就要跟国产车比了 而且还有各种样的问题 所以后来的话 你可以注意 现在的汽车的形势 日本车的日子非常难过 也就是说这个日本车呢 我们可以看了 整个这个日本车的下滑 所以把这个都看一下 都看完了以后呢 你就会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感觉了 就是说 实际上宝马这个事的这个节点啊 它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正是一个社会人心的一个微妙变化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啊 我们的话 后来中国强大了 我们说上海那猪戒 华人以狗不许入内 如何如何 那是什么呢 我们新中国成立了 打赢了抗美援朝 你在当时人家写那个的时候 好多人是认为是当然的 你就像那个外国人 可以有中国人要不着 你在很多年以前 那就是当然的 尤其是在魔都对吧 那就是当然的 那原来就是洋丁邦文化 他就会觉得当然 而且这件事 什么样人能给 什么样人不能给 他不是说前台发冰淇淋 那个小孩的事 这个后头有管理的经理的事 他现场那个管的事 他就说这个事能发谁 不能发谁 那不是说你前边的那个 简单的一个事 前面的简单的 他最多是看你白眼一点 那至于说谁发肥不发 肯定后头要有说法 对吧 你就知道他后头有说法的人 是什么 而且当时的那种年龄段 他可能就觉得 给外国人没给中国人 那是当然的 对吧 因为在外国的人 在中国超国民待遇 是到处都有 所以现在实际上是什么呢 到这么一个拐点 就是那么呢 对这个超国民待遇 他是不接受了 这就是一个拐点 而且他的品牌 也到了一个拐点 中国的国力 到了一个拐点 你就这么讲 德国的话呢 现在出口形势不乐观 甚至还出现国逆差 中国大幅度顺差 虽然说你德国宝马技术很强 但是的话呢 你从经济实力 国家实力 干什么的等等的话 实际上的话 早就不允许你的那个公民 到中国来的话呢 能凌驾到中国人头上 但是的话 实际上这个惯性的话 在很多中国人的脑子里 但是在另外的一些人呢 他已经知道 这个事儿是不能触碰了 这个事儿是个底线 对吧 它是一个社会现象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了 它就会有这样的结果 然后下面这一次 围标志的是什么 就是所有的外国进口车的 这些高端品牌 它的这个特殊的溢价可能没有了 下面可能有溢价的是我们红旗了 在中国人的里头的这个状态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拐点和心理 而且你可以注意 就是这个抵制日货 当时搞的钓鱼岛 也是中日的一个拐点 就是中国的经济GDP超过日本 正好是那个拐点 你要大家看清楚 这个拐点很重要 中国经济在那时候 正好超过日本 然后现在中国经济 已经是好几个日本了 实际上的话呢 你说这个日本车在中国 不用抵制了 对吧 它本身的话 它已经就不行了 包括呢 你说那个韩国货 当年韩风 你说抵制啊 干什么的 但是现在什么呢 中国的生活正好比韩国好一点 都是类似的事情 把这个状态看清楚 能理解很多事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